今天没有剪辑的给你洗一只麻布 我看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那个就是粘了油了 不够洗涤已经洗不掉 我这呢 我跟你大家伙说 这是得湿麻布打湿了用 别干擦 我再倒一下 再重新倒一下 为了体验一下 没有剪辑的 这里面有豆油酱油辣椒油 我再放点辣椒油 我再挤点蚝油 这个蚝油酱油油原鸡 那个油是特别硬特别黏 看看酱油豆油辣椒油蚝油都有 我把它倒到麻布上 不用洗涤精 而且这个视频呢不剪辑 搓一搓 让它粘的更结实点 看看 再捏一捏 用自然水洗啊 不用洗涤精 如果有洗涤精的话 这个洗涤不就出没了吗 没有洗涤精啊 看看 自然水一冲就行了 辣椒面一冲掉 辣椒油都能洗掉 因为它是木质纤维的 夏天你还不长细菌 而且不用洗涤精 看我这用好几个月了 看看 都洗坏了还是这么干净 而且擦水你还特别吸水 擦油呢还不沾油 看看 特别吸水 这个麻布你放心用 如果订十条或者十八条更合适 才一块来钱一个 这是我没有剪辑拍的视频 跟大家证实一下 它说那个不好使可能是干擦的 或者是买的假的了 这个放心用 我都用两年了 这个麻布 用完它之后别的麻布 你根本就不想用了 真是可好使了 你看这没有剪辑的给你们拍的 是不 都洗掉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